请啊 我们有一个新的园叫彩虹园 我们可以带小孩去那边玩 那边也很凉 他要坐床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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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曬太陽比較健康 對啊,在國外 要去曬太陽很難 是嗎? 好啦,可以坐過來一點 沒關係,有空地就可以坐 那個... 好啦,每天都來 今天有沒有人那麼小? 有嗎? 沒有小,也是一樣 怎麼會看見他 沒有上市那麼急呢? 我是喜歡急的 看起來比較有台灣的精神,知道嗎? 不急不成佛這樣 我告訴你 上個禮拜我想申請一個詞 有沒有?一個詞 孔子、老子那個詞嘛 後來想一想,我本來已經有一個詞了 何必在申請呢? 我是女孩子 我是女孩子 大家這個禮拜有沒有親不我? 大家這個禮拜有沒有親不我? 別的都被砍掉了 真的,女孩子 我不好當那個 大丈夫,知道嗎? 女孩子比較乾淨喔 丈夫 我都已經全到了 都跑掉了 等一下,看人也好 大家坐在那個 國際園那邊好不好? 我們那個彩虹園好不好看? 有沒有看到彩虹園? 多少人有舉手? 那麼小,沒到三分之一 你當然知道 你每天賴在那裡 你也不知道誰知道 帶小孩去那邊玩嘛 那邊很涼快 那個跑來跑去 沒障礙 這邊碰到人 古人有很多好的故事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看起來 我們新的人也有很多故事 不過有時候我們看那個古代的人 看他修行怎麼樣 也覺得自己修行也蠻不錯 也不怎麼樣 你看他們禪世以前 最多就是見一隻牛 放在大殿這樣子 覺得自己了不起 覺得自己了不起 是嗎?奇怪 然後另外一個 就拿一把槽給他 奇怪 有空就那無聊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 就把那個一隻五柱的 無故的小貓 把他接成兩段 那古代的人也是這樣而已 我們這邊用那個高麗菜 接兩段 也是蠻了不起 怎麼經常叫這個樣子呢? 不是啦! 我不是要你們白手 一點點都沒有那個 找不到了 好了,大概今天不能講那個了 講別的好不好? 很多很多耶,很漂亮 看一下,也許這邊有嘛 我們那個中華大本國 好久以前 一直說你們的 不算我們的 我是外國人 我要記得一下 以前有一個一位國王 叫齊勤共 他是在什麼時候 我不曉得 他有一次沒事蓋 平常國王沒事蓋 他沒有東西蓋 不過聽說這一次 他特別沒有東西蓋 他沒有東西蓋 他沒有東西蓋 沒事做 他就跑到那個牛山那邊去玩 你有沒有知道 牛山在哪裡? 你有沒有知道 牛山在哪裡? 你有沒有知道 牛山在哪裡? 苗栗附近 靠近的時候 突然間在那邊掉眼淚 嘆一口氣,就說 我國多漂亮 那個樹木多茂深 然後那個菜、豆腐很多 吃不完 她說她的國土非常有福報 非常富有 她說 哎呀 不過總有一天我會死嗎? 我會離開這個漂亮的一個國土嗎? 哎呀 太可惜可惜了 如果自古以來沒有一個人死的話 我自己本人也不會死的 然後我永久不會 離開這個國土的 然後我永久不會 離開這個國土的 會多好、多好、多好 那個時候有一位石官 協力石那個大概吧? 他的叫孔 他心孔 還有另外一位大官司 叫梁 心梁 兩位在兩邊伺候他 也在那邊掉眼淚 也在那邊掉眼淚 上位大丈夫,好無聊 上位大丈夫,好無聊 沒事開嘛 在那邊掉眼淚說 沒事開嘛 在那邊掉眼淚說 可以吃一點那個 也可以吃肉啊 也可以吃那個菜啊 也可以吃肉啊 意思說生活蠻夠用就對了 然後坐車也 坐很醜的車啦 騎是比較瘦的 瘦的小的麻啦 還捨不得死啊 何況大王呢 然後他三個月在那邊哭了 要死 哭得像你們被拿四別證的時候 一模一樣 不是在這邊那個和尚 被禁止上個月的樂話 別哭那麼傷心的 大家在那邊哭死了 其實有那個一個人 他叫暗子 暗子 他也是一個子的 奇怪哪一個人 有一個子都很了不起啊 暗子的在那邊笑 笑那個樣子 秦公又擦眼淚 用那個面紙擦一下眼淚 然後又反過來問他 你笑什麼? 你敢笑我 哪裡死別證走? 他就說 那個警公就說 那個暗子還沒有講 那個暗子還沒有講 又是問他 阿大爺 默默笑沒有那麼大聲 還繼續笑下去 下車還來不及 他在那邊笑笑 那個警公說 果然因為今天去玩嘛 所以看到風情 然後突然感慨 就覺得很悲傷 連那兩位孔和那個梁 就跟著我悲傷的 就跟著我哭的 只有你一個人笑 為什麼? 你們認為為什麼? 如果是你們在那個勤共方面 你們會不會笑? 或是也會掉眼淚的 三個月被拿識別證 會哭或是會笑? 哭 誰哭舉手? 跟著他哭啊 這麼無聊啊 是他國土 又不是你的國土 你哭什麼? 他哪一個人會笑舉手? 你笑什麼? 人家無聊 又不是你自己本人無聊 又幹嘛要笑? 我告訴你 我們只能笑自己 因為我們做很多好笑的事情 像上個禮拜 我自己看人家有一個字 孔子、孔子、老子 我自己要一個字 名字已經很長了 還貪心 那個才是好笑 不過沒關係 我竟有了 生主來就有了 女孩子 然後那個案子就說 如果所謂的賢人 賢才的人物 全部都永久不會死的 永久都滑下去的話 那就是太公、皇公 還到現在還存在的 意思說他那個 大概前輩的那個先王 是不是 太公、皇公就是他 然後他秦公 是不是 然後他秦公 是不是 大概這樣 還有那個 如果那些勇敢的人 如果那些勇敢的人 永久留在這個世界的話 那像很多那個 蓋世英雄啊什麼 或是像張公、靈公 到今天還會存在的 還不會死的 如果那些 還錚也沒有 workouts 以前剛講過 那些那些好人 那些好人 到現現還活的話 那你現在還站在外門 那你現在還站在外門 那穿那個什麼綠豆綠 然後怎麼樣 識別證也沒有的 那轮什么到你坐在那个王位上面 哪里还能够在那边伤心 为了自己国土、财产、那个地位 哭闹那么伤心这样 也许你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那些豪汉的英雄都还在的话 你现在还在那边耕田的 流汗的 每天吃三餐还不够 哪里有时间 还在那边耕石、享火什么的那种状态 因为有人来有人去 有人来轮去 所以今天才轮到大王 然后如果大王为了这种 自然的轮还在那个天下 在那边哭闹的话 那就是在这不仁的 就是说不仁的 没有智慧 然后那两位 我下层看到那两位 那个下面的那些拍马屁 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字 在那边逢尘 在那边乱一起一起哭闹这个样子 所以我忍不住 我灭不住,我在那边笑了 那个时候秦宫好丢脸 就觉得不好意思 就在那边罚自己几杯那个酒 还罚那边两个一起三个月扣月化 不能来到场供修 我们人都是这样嘛 都跟那个秦宫一模一样 那个秦宫到的时候 我们都也放不下 包括我这些本人也放不下 我告诉你们坦白 我没东西可以放 不过放的时候也放不下 会吗?你们放不下吗? 会,会是会放不下 或是会放不下 放得下吗?放不下 放得下或是放不下 Yes or No? No,那还蛮坦白 还算蛮坦白 很多人都跟师父说 什么? 师父 哎呀 我如果早认识你了 就不会结婚了 结果轮到他先生跑掉的时候 就来跟我哭死了 他跑了 我什么都做给他了 我饭也做得很好 家庭的照顾很漂亮 他还是跑了 师父他被另外一个弄符咒了 我说 不是 看你那个样子 那另外一个女孩子 不用弄符咒了 我说 看你那张脸 那别人不用弄符咒了 那你自己是要符咒的 哎呀 有时候见了这样子 我们要东西的话 不是不简单 就要保留它 就比较困难 应该知道怎么做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代价嘛 是不是? 像你要有一部Benz的话 那你应该付贷款多少啊 那你应该付贷款多少啊 然后付多久时间啊 然后付多久时间啊 才好 那还有那个他吃油的时候很凶 还有那个税金也很重 还有那个税金也很重 还有要保养也是很...很多钱 那你要他 你就要付这个代价呢 那你要他 你就要付这个代价呢 没照顾自己 然后先生跑掉 就来跟师父哭 跟我哭有用吗? 应该去美容院那边啊 跟他哭啊 然后他就会帮助你 他会把你整理一下 头发剪一剪 烫一烫 然后那个皮肤拉一拉 眼睛剪一剪 那个鼻子怎么样 撑一撑 没方说这样的 耳朵怎么样 割一割 那也许还有笑 跟师父哭有笑吗 我确实能呼风晃雨 我也不能呼你的先生回来 有时候看你们 我就想替他换另外一个太太 自己好烂 要强迫先生喜欢你 怎么行呢 听懂吗 今天的太太没有那种 太太先生一样 我不是说欺负女孩子 我讲太太 比如说先生也是一样 照顾自己 听懂吗 身体有时候要干净 是不是 也不一定喷香水 不过要干净 常常洗澡 刷牙的好 疏口的好 然后常常去看牙医什么 去看医生 看哪个地方不好 要自己整理那个地方 还有衣服整齐干净 每天看到邋遢邋遢那个样 破破烂烂那个样子 连看不想看 怎么爱你 然后外面的女孩子 当然她最小 她最化 所以她自己很用功 用功要扑、要喷 要洗、要刷、要去美容院 要照顾自己 那当然先生看就喜欢啊 你以前也因为这样 他才喜欢你啊 听懂吗? 他刚来的时候喜欢你 因为你那个时候照顾自己 你那个时候倔化 所以要用功了 去找东西 都要照顾自己 弄得很漂亮啊 什么干净啊 不是说要 一定要擦什么口红啦 或是擦红、擦绿什么 衣服也不应该很贵才好看 知道怎么装就好看 比方说这样子 如果怕太贵的话 自己可以去学啊 学那个剪衣服啊 然后我去自己弄 就很很很 装起来整齐 看起来常常 因为我们人啊 有那种心理的问题 男女都一样啊 他一个人不够 因为一个人就有一个品质啊 听懂不懂? 他烂他就这样烂 他好 他就好一个地方而已 比方说他会煮菜 他就不会擦房子 他会煮菜 他会擦房子 也许两个的话 他就不会做别的事情 懂吗?他不会化妆啊 他不会出去的时候 带出去一下时就 偶尔带他出去 就会丢脸了 比方说这样 想抢他起来算了 然后再继续跟人家讲话 然后再继续跟人家讲话 人家就鼻子就把它弄起来 人家就鼻子就把它弄起来 都味道很浓啊 有时候自己身体都很差 然后衣服很差 然后衣服很差 然后什么都差了 然后连煮饭也不会的话 那就Goodbye 听懂吗? 然后这样子这种太太 来跟我哭有用吗? 然后再继续跟人家讲话 我说那种太太跟我哭 我会讲什么 你知道吗? 我说你要去学乌书 念佛咒抓他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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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自己不值得的話 你了解師父意思嗎? 如果先生、太太 或是任何地方失敗 我們就要再想 我們為什麼失敗? 如果我們能夠改變嗎? 我們下一次能成功嗎? 我們為什麼弄錯這個地方? 如果真的不能的話 那就放棄了 如果真的能的話 就改變 就想學習 學到我們成功為止 就這麼簡單 是嗎? 如果先生為什麼 為什麼喜歡另外一個女孩子嗎? 我們不要深恨他 我們去學看看那個人有什麼 聽懂嗎?如果知道的話 去學看他有什麼讓我們先生喜歡 但我們回去做一樣 我是說比他好的 但當然先生不會走啊 因為先生是本來先愛我們的嘛 是不是 才在跟我們結婚 或是太太先愛我們才跟我們結婚啊 那那個愛跑到哪裡去呢? 不可能這麼快就跑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沒照顧他 不是我們不在意 不喜歡 不喜歡那個先生 不喜歡那個太太 這樣就搭下去 然後後來認為弄錯 就來不及這樣子 任何在這個世界的事情 也是一樣我們要成功的話 要用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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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嗎? 世界的法 世界的事情是有世界的做法 不可能用修行的方法來做的 那這樣子就變成 利用修行的那種力量 在非洲 我認識一個王子 幾位公主 他們說那邊那些皇家的 全部都要學巫術的 學很多那種神通啊 有時候又知道 哪一個人壞、哪一個人好等等 他們也可以用神通啊 讓你喜歡他 你就迷迷糊糊這樣子跟著跑 不過我告訴你 用這種神通啊 好住嗎? 比方說有一些人 以前好久以前 我第一個幾個徒弟 我還沒時間教導他們 那先生跑掉了 就來跟我哭鬧 就說要給他什麼神通 讓他先生回來 讓他先生喜歡他 我說沒有這種神通 其實有我也不會給你 我不喜歡那個黑神通 我知道我也不會給你 我知道我也不會給你 不過我有知道很多白的神通啊 你要不要學 他說要啊 我說你講話要溫柔一點 他講話就像那個狗叫一樣 知道嗎? 哭哭哭哭哭這樣 當然先生嚇跑啊 怕有一天他會咬怎麼辦? 你講話要溫柔一點 你打扮漂亮一點 你偶爾要賺新的衣服 不一定是貴的 新的賺另外一種那個個性 你不要每天都溫柔 你不要每天都帥 你也不要每天都剛 看景光啊 偶爾換一下 因為男孩子喜歡不同的女孩子 不同的個性 我們女孩子是這樣子 你不能每天喜歡只有一個品質 會嗎?會嗎? 女孩子也是這樣子 是不是? 每天她一樣啊 帶帶帶這樣子 好的好的很啊 這樣子 有時候也壞一點點也不行這樣子 聽懂嗎? 有時候壞一點也不錯 一說有一點改變嘛 聽懂嗎? 同樣啦 多數男孩子就喜歡很多花樣 如果你已經知道這樣 你要留你的希望生的話 你要自己變化 不然的話 你舉幾個太太給他 你要哪一種啊?聽懂嗎? 要家庭和平 要他留在家的話 多舉幾個太太給他 就好了 因為他需要每天不同的 或是不同的花樣 或是不同的花樣 聽懂嗎?不同的個性 那你要辦幾個個性就好了 就可以彌補他那個要求 聽懂不懂? 那同樣先生也是要這樣辦 這樣家庭就和平了 也不用來跟我哭鬧什麼 神痛裡面都有 要自己照顧自己身體乾淨 隨時都像香 然後講話的時候 就要去漱口、刷牙 不要像吃那個洋蔥、那個大蒜 然後來跟他說 我愛你 那個時候不管多浪漫 你點幾個蠟燭都沒有用 那那些小事情會不會給人家嚇壞 知道嗎? 那我自己本人是這樣的 如果有人那個味道太濃 我受不了 我會想吐 我也沒辦法跟他談什麼東西 我心會糞掉 我一直想 哎呀 他怎麼沒漱口 我在那邊一直想 心裡都不放在他的本人身上 就問說 哎呀 怎麼能夠討掉這個氣氛 他講到什麼時候 比方說這樣子 我是怎麼能夠告訴他 比方說這樣子 這心裡不一樣 沒辦法 那給人家斷掉靈感 然後又在那邊怪人家 為什麼不愛你 那愛什麼?跑來不及 換你 你也不喜歡 不過也許看人 也許你先是喜歡那種味道 那又保留 你也問他清楚 有些人這樣子 我聽說以前古代的時候 那個中國人就會綁那個 綁那個腳 有沒有?綁那個小小的 像我那個樣子 沒有,不夠了 我還沒有綁 所以才那麼大 沒有綁 還這麼小 和光綁 綁就走不動 每天都要互法抬 那以前他們女孩子 專門綁那個腳 然後綁不是每天換的 所以那個味道很濃 有時候 那有些先生喜歡那種味道 聽說啦 我不知道 我不會喜歡 你們可以吃看看嗎? 也許這樣可以保留先生 不過我們真正的 如果真正的高級的人物 他們不會喜歡那種臭爛的味道 所以我們等級要提高 要照顧自己 不能怪別人 如果什麼人不喜歡我們 或是先生跑掉 太太走掉 我們先檢討自己 為什麼? 聽懂?真正的坦白 告訴自己 有什麼地方不對 看看我們要求對方怎麼樣 懂不懂? 然後我們自己有沒有做到一樣的 這樣就知道了 我要在那邊 一天到晚跑到師父 在那邊問問 要神通啊 要怎麼樣、要怎麼樣 沒有用 即使我告訴你 比方說我叫你那種神通 可以抓到一個愛人的心 抓到他頭腦了 抓到他 讓他來你方便的話 你會喜歡嗎? 你會喜歡那種呆呆的 太太先生 被你那個什麼 迷惑過來的嗎? 他不是誠心愛你 他被你綁了 他被你迷惑了 他被你迷惑了 他頭腦不是正常的 他頭腦不是正常的 你喜歡那種神經的那個先生 你喜歡這種太太嗎? 而且說那種神經啊 不正常嘛 本來不喜歡就變成喜歡啊 這個神經不正常 叫神經是嗎? 你喜歡這種太太 或是先生嗎?喜歡嗎? 所以告訴你沒用啊 還是要我們自己本人的 聽懂嗎? 我們自己歌姓 我們自己歌姓 我們自己道德 我們自己內邊的美 給人家感化 還有我們自己外面 尊重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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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人家看著眼睛舒服 給人家看著眼睛舒服 講話聲音 因為人家聽就心得很軟 聽懂嗎? 或是我們行為、動作 對待別人 給人家感動 這樣子那個愛情才永久 不是動一動 就去用那個神通 哎呀,我們怎麼 從那個國土跑到家庭裡面去 不過我知道就 因為我們這邊都不是國王嘛 所以我們講 我們家庭是最適當的 管他怎麼王 是不是? 我們在家 我們那個小王國也是很難處理的 我知道這種問題 是困擾你們最多的 有時候也是很難過 我知道啦 比方說你們是很忠心的一個人 特別運心了以後 修行了以後 又更想依照師父指示 忠誠 在家照顧家庭 愛太太、愛先生 結果有時候愛不了他 就很難過 掙扎、罪惡感 我知道那個最困擾的 是嗎? 是因為太太就這樣嘛 他賴在那裡 他不禁錄、他不照顧 他不在意你做什麼 愛不愛他 他不在意給自己 什麼有吸引力 有一點活潑 這表示說他很尊重他的先生 表示說他很在意他的先生的看法 聽懂不懂?或是喜歡不喜歡他 不在意啊 兩個都賴在那裡 先生也是這樣、太太也是這樣 兩個互相一起賴 懂不懂? 然後大家拉下來 一起拉 他爛 你比我爛 然後他比你爛 大家都一直這樣 看他不在意 他那個太太也不在意 然後心情不太意 越來越墮落下去 然後兩個互相看 都不想看 然後借律還給師父 還很難過 不過對不起 我還是要找別的 不找別的也沒有用 有時候這樣 你懂嗎? 不是換人就好了 你換他等一下 等一下他還是一樣 你跟那個太太娶他以後 等一下他還是賴下去 跟那個以前的太太一模一樣 很小人結婚很久了以後 還自己保護那個婚姻 還要互相尊重 互相那個…怎麼樣? 傷盡如賓 在那邊保重自己那種外表的行為 還有態度、風度 他內在的道德 和那種吸引的精神很小 他互相互相互相鼓勵 爛下去、爛下去 這樣不是好昇華 這樣是昇華不美 知道嗎? 這樣是昇華不美 知道嗎? 如果你們想當和尚的話 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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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一直來這邊 一起爛下去好了 沒關係 如果想在外面 在社會有婚 還有保護家庭 要互相貢獻那種昇華快樂的 那種好朋友的 那種很歡喜的 那種氣氛在家的時候 就要謹慎照顧自己 和照顧自己的那個… 什麼先生太太才可以 有時候也要提醒他 說你最近什麼頭髮都不梳了 多久個禮拜還沒洗啊 別人說 別人說開玩笑一下 別人說開玩笑一下 那醬子提醒他一下 別人說開玩笑一下 這樣子提醒他一下 然後大家互相提醒嘛 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因為如果我們那個 華力失去的話 那我們當然婚姻也失去了 沒有互相吸引啦 那我們當然婚姻也失去了 沒有互相吸引啦 沒有互相吸引啦 聽懂我意思嗎? 聽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們自己還不想華 怎麼他愛我們呢? 我們裡面沒有華力了 瞭解師傅意思嗎? 不想怎么奋斗,也不想什么 没有那种快快乐乐的里面 不在意任何东西 那你不在意自己,谁在意你 了解师父是吗 然后你先生也是一个人而已 他又不是木头 然后人,我们的人都是爱真三美 又看到美东西,当然喜欢看 然后在家那么丑,当然往别的地方看 我也会 是吗 然后后来就 然后就这样子,互相怪来怪去 不好了 我们要先检讨自己,知道哈 以后,知道哈 如果不会煮菜的话,去水再补嘛 不过我知道很多人水不会 比方说念到午夜 然后忙忙忙都翻过去,翻到九月来了 然后这个菜那牛头马卷 吃不下去 可以水嘛 比方说你生活很忙,没错了 不过有一些不忙,像先生赚钱太太在家 就可以一年了,你可以留一段时间学东西嘛 这个上个月我一定要学会煮菜 即使我告诉你,你最不会你去学以后还是会了一点啦 有效一定这样子,我保证会 因为很多地方都有教人家煮书啊 即使煮肉也要去水啦 即使不要跟师父修行的话 上不是同修啊 要煮肉给先生,也要去水才可以啊 那种小不会的话,怎么自然会呢 这要应该去学呢 那学会了以后,就去学那个剪衣服啊 然后学会那个以后,就去学跳舞什么的陪先生去玩啊 美方说这样子啊 不是说你修行盘腿就好啊 你修行以后,你成佛了以后呢 还有什么事该呢 还是教养这样生活下去啊 是不是 所以生活要有一点活动啊 有一点有兴趣一点 不然的话,也可以啊 可以盖一个山洞锁起来在里面死啊 如果想死就死得清楚,知道吗? 想活的话,要活得锋利一点 要活得有趣一点,有意思一点 因为我们还要给榜样给别人啊 不然每一个人都认为阿根金海 那个是无上师 Supreme Master Sumatsu 学习了以后,他什么都不会 听懂吗?看起来比以前更烂 衣服都像该帮帮煮一样 然后煮饭的话,人家都想出国流水 不想留家家 比方说这样子 讲话一般去也讲不出来 不想讲 不想也要讲啊 你认为我每个几几天要想下来就要讲吗? 有什么意思吗? 那既然有工作了,就要做得好啊 要看书,要研究啊 有时候我看不过没有用到书,没关系 不过有时候也是利用这个书版啊 或者是利用这个故事啊 然后就顺便讲下去 比较顺一点 还有有一点历史,有一点那种榜样 给你们一听就懂师父讲那些什么 既然这个世界是很无常的啦 不过上帝已经送给我们这个生命 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体 所以他要我做,我们做一些事情的 他送给我们一个先生,一个太太 所以要我们照顾他 要跟他配合,要跟他上主 要跟他照顾他 要跟他学习,要跟他互相尊重 互相那个了解一些生活的 那个礼啊,让啊方面 所以我们要做得好啊 不然你还要做什么 有一个先生,有一个他太处理不了 他要去做一些什么 要去选总统嘛 有太多人了,不要骑啦 骑不及去 而且机会也是不很多啦 而且你们这种修行的人 只会盘腿而已啊 出去外面 在总统府你们盘腿难看 那国家大师又出列说 哇,两个半小时还没做完 那大事馆那些坐在外面 等一下,我那个时间还没有到 闹钟还没有响 最好,行也可以啦 你们想当官,什么都可以 师父讲过啦 不过要做得好,才可以 那个种小事情做不好 大事情也做不好 你们认为师父这样讲而已 我自己没做 我有,我有做过 七年以后,我先生还很爱我 不过 就是我做太太的时候做得很认真啊 所以她才很有感情啊 去德国奖进的时候 她偷偷打电话给我 我认为是她公开打的 后来我打过去,我才知道 她说,哎呀,因为常常太太在旁边 不好意思 她不会怕什么啦,就不好意思 她太太也叫她去看我 所以说,她不去啊 大概不好意思啊 打电话而已 打电话留名字 她认为我知道她是谁 我真的知道啊 因为整个德国就认识她那个名字 只有一颗 我不认识那么多男孩子啦 认识了,不过没有交往 没有像什么男朋友 我的隔壁的名字我都忘记了 隔壁有男女孩子什么 有所请客啊 我不会记得他们的名字 整个德国我就知道 我就记得他那个名字而已 对,所以一说谁打电话 我又马上知道,没有别的 就不用在那边考虑是哪 哪一个Rudolf 那个是在Munchen,在Munchen 或者是在汉堡那个Rudolf 没有,整个德国只有他 我就知道他那个德国的名字 只有他 我德文很好,不是说我不知道啊 连我老板的名字 我隔壁的那个律师、医生什么 很多那个朋友的名字 全部都忘光光了 只有我记得他那个名字 因为只有他的名字 是在我脑袋里面的 别的名字我都不记得嘛 不录起来,所以我忘记 所以他打电话说 他没有讲整个心 说那个王秋平什么都没有 比方说这样,没有没有 他再讲一个瓶这样 一个瓶这样子 我就知道是谁了 所以后来才打电话给他 那个是快十年了 九年以后耶 还那么有感情 讲话跟昨天一样 还会狭叫什么 这个跟你们讲而已 不能告诉别人 我心不害羞 不要告诉他太太了 我不是怕他 怕他家庭不好 我把这句剪得要算了吧 不过没关系,留着这个是人嘛 有点人类的感情比较好 讲什么那么久了 他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德国去了 几钱是什么东西 我一直说,师父不是说口讲 叫你们做这个、做那个 然后我自己本人做不到 我真的做得到 你不辛苦有一天要请他过来 告诉你们啊 如果他来的话 如果他太太让他来的话 我怕他太太气度 所以我不打电话 就打一两次那个样 因为他有打过去 我打过来 有时候要这个东西 我以前写很多诗 都放在他那里 叫他送过来给我们而已 不过讲还没有讲清楚 然后他有一次打过去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以前有学习一些 认为拿回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可以用 给你们看 结果他太太接到了 然后我们聊一下 我说我吃以前那个 真的不知道怎么介绍这些 两个一样的名字 那麻烦我就讲不出来 他说,知道了,知道了 然后他说,要不要跟那个 他先生讲 我说不用,不用,我们两个讲 也可以,可以,可以 跟你讲,然后你传话给他 然后来讲一些事情 他说,他说他先生会怎么样啊 好像很喜欢他出去 因为他们住在意大利嘛 他常回德国 我说你不要 千万不要走那么久啊 千万不要常常跑 你最好留在家就好了 不要照顾他 因为他已经说他不喜欢你跑 你不要再跑了 因为他很爱你 他才要留你在家 你知道吗 然后我讲他就高兴了 他说好,以后知道了 我叫他怎么当太太 我是很诚心的啦 我是很诚心的啦 因为我怕他又乱跑嘛 然后我以前那个先生又不快乐啊 难得有一个人照顾他 我已经把他丢在那里 然后另外一个太太又不照顾他呢 听懂吗 我才喜欢那个太太对他更好一点 以前因为知道他认识这个 我才安心啊,不回去的 因为我认为他们两个都是医生啊 互相照顾很好 而且多数的女孩子 都有那种什么 家庭主妇的那种品质啊 然后我没有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做得很好 不过我现在不一样啦 懂不懂,我现在有不同的家庭 我家庭很大啦 我觉得照顾不了 所以才很认真啊 告诉那个他现在那个太太啊 教他应该怎么对他多好一点 不要常常这样子离开家庭 不要回去看你的父母啊 你现在先生比父母还要重要 偶尔看父母没关系 不要每个礼拜这样常常跑掉 听懂吗 还说因为他很爱你 他才喜欢留你在家 不然的话,你认为呢 他就懂了说对啊对啊 我说你认为呢 如果他爱别的那个女孩子 他当然赶快叫你走啊 他在家可以就有那样子那样 不过我知道那个 我知道他不会这样的 他是很中性的一个人 你最好也在家陪他啦 这样子比较好啦 夫妻更好这样 因为家出去以后 你就变成先生的啦 我哺哺又管那个家庭 怎么经纪朋友那么多啦 比方说这样 我告诉他一些事情 他就很高兴 不过从那天我哺哺再打电话了 我怕他气度啊 我怕他心情不好啊 懂吗 我不喜欢这样给人家信情不好 既然我没有什么 不过他哪里知道呢 因为我看我先生那个口气 还是很留恋的嘛 还是像昨天一样 不是说十年以内的以后的 所以我比较怕啊 比较怕他万一他听到啊 他就知道那个他先生那个心 还挂在我这里 那就不好了 你懂吗 我们不是说这样隐忍就好了 要保护人家的那个什么家庭啊 气氛啊 既然已经走了 放了就放了干净嘛 给别人照顾啊 一半这边一半那边这样子 不是人啊 所以我很小打电话 也许我会叫那个其中一个打给他 叫他送师或是什么 如果还在的话 我以前写师还在的话 我们讲到哪里去了 My God 他跑到意大利那边去 从中国跑到意大利、德国那么快 刚才以前讲的是什么 对对对 我不是说我没有家庭主妇的品质 我现在情况不一样 你懂我师父意思吗 那个师父不是唯一的这种榜样 多数的那个所谓的师父 都是民事 如果我是民事的话 不知道啊 多数民事啊 他们都是跟土地比较多了 不可以跟那个家庭的人在一起的 自然会这样子 你看上孔子 他到处都是跟土地蹦破 有没有 然后劣子啊 讲一讲也是都是土地在旁边啊 老子也是这样子 没有听说他跟他的老婆在一起 他跟土地吵架什么的 还有那个耶稣也是这样子 有没有 常常都跟土地 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子跟土地 然后连西方啊 索克拉提有没有 他连死那天啊 他也不让他的亲戚的那个 那个太太小孩怎么进来 死那天啊 他被逼那个喝毒药嘛 那个政府那个时候 气度他说他传什么魔教的 然后逼他喝毒药 逼他喝毒药死 那天他死的时候 只有徒弟他让在里面 别的让他看一看 然后他会赶出去 太太、儿子那些都赶出去 亲戚、朋友全部赶出去 结果有留那几个大弟子 自古以来啊 任何的成名的那位开悟的老师啊 都会跟土地混在一起的 他们很小很小跟家庭有什么关系 我看任何历史都这样 索克拉提他死那个时候 他为什么让土地进去呢 他的那个大弟子都是男孩子 那有几个他最喜爱的大弟子 他让他们进去 后来那些大弟子哭了要命了 看师父喝那个毒药下去了 他们就哭了没办法忍下去了 本来哭很小声 后来忍不住就哭很大声 那个索克拉提就骂他们的钥匙说 我认为你们是大弟子 我认为你们是好的 我认为你们是开悟的 大丈夫的才让你们留在这里 我已经赶那些妇女出去了 因为我都不喜欢那种哭哭闹闹的这个样子 我们死的要平衡的死 要平静的走 那边就到生死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还在那边哭闹那个样子 那看你孩子有什么不同 就这样 那从这个历史来讲 我们就知道 多数的所谓的名师 或是成名的老师有开悟的 他们都不会跟家庭有关系 所以住驾是这样啦 出驾是这样的意思 不一定是应该 剃度跑到哪一个寺庙去 才算隔岸离家 不是不是 他们自然会发生这种现象 就是徒弟都会越来越多 会跟他家一起比较感情浓缩 然后他那个... 那个那个的什么 家庭的那种感情会越来越小 我意思说,如果你们不是有民事的责任 或是有什么大任务 应该离开家庭的话 那自己要好好当家人 照顾自己的亲戚、朋友 那用爱心感化他们 真正的爱不是嘴巴 这边念念那个给人家恶心上吐 你懂吗? 爱不是用嘴巴讲的 你如果真的爱你先生 你要学好煮饭给他吃 你学好那个做自己漂亮给他看 我以前当太太的时候 白天上班,我都不打扮的 晚上我先回来,我才打扮 知道吗? 真的是这样,白天打扮给谁看 整个世界看你有什么好 你先生不想看你 那你受得了吗? 对啊,是不是白天是要保养皮肤 擦干嘛亮亮,擦什么都可以 晚上先生回来,点蜡烛什么 穿漂亮衣服打扮给他看啊 比方说这样子,才说爱他 不是一天到晚念念这个样子 然后饭也不会煮 自己的那个味道很臭也没照顾 那个什么衣服,每天穿上盖帮帮主 这样子要说先生要爱你 他怎么爱你呢? 他也是一个人而已啊 他有他的弱点啊 他有他的那个喜欢的地方啊 你自己都没有让他高兴任何地方 然后你强迫他爱你 上帝强迫不了他 来教师傅强迫他 我才不会 我才不会 我这个就很公正了 我说你选另外一个太太给他算 这样子就这样子啊 我知道这种情况很困难的 很难过 又想爱太太又爱不了他什么地方啊 没有一个地方给你可以爱的嘛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要爱什么人啊 我们看他他最喜欢什么东西 都我们尽量陪他 尽量给他得到那个地方 我是给他喜欢的那个地方 这样子就是说爱他 我是说一天都玩念念啊 然后我就根本没有照顾自己 没照顾家庭啊 房子两三个月没差 要连自己两三个月没洗 衣服都很邋遢邋遢 出去的转的漂漂亮亮 回来给先生看得像乞丐一样 你懂我意思吗 你结婚了以后 整个世界不重要 就你先生一个人重要而已 知道不知道 如果这个不知道的话 上帝保佑你 我保佑不了 如果你们能够这么专心的话 你们一定婚姻弥满 不用像西式一样这么漂亮 每一个女孩子都有她漂亮的地方 听懂不懂 如果觉得自己不漂亮 那学明星的走路啊 学什么美人怎么做啊 那学她怎么保养自己啊 都都今天都可以看书啊 还可以打电话 问那些专家的人啊 可以去学啊 没有什么借口了 今天没有借口可以说一个 太太不能做家庭的事 先生也是一样 后来讲一些什么事情 我知道这个是比较 不是修行的那种问题 不过常常你们来跟师父问这 写信啊 这些问题是困扰你们最多 我知道如果你们家庭不安稳的话 你们心没办法安静下来 所以打坐没办法入定 所以这个跟那个有关的 就是说佛法不利世界法 我不能说这个世俗的东西 我不回答你们 不过我回答你们很久了 你们都没应用下去了 你们都说懂了懂了懂了 录音带听了好几童了 好几项了 根本没有把它应用啊 然后一直再问再问 就问一样的事情 问题不是师父答不答你 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拿出来用 药给你你不吃 你病就不会好啊 师父都有讲过 不是没有讲过 先生太太什么都讲过了 不过我告诉你们 有一些东西小事情 你们没学会了 刷牙刷五分钟才可以 三分钟都五分钟知道吗 如果不会的话 问你的牙科医生怎么刷 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刷两三四嘛 懂不懂 刷完了 刷一次 再刷一次两次 就一定很干净了 有很多漱口的水 比方说 今天有上水很多 有肥皂啊 有很多可以棉那种臭味等等 衣服穿整齐漂亮一点 好看一点 我也不用很贵 贵的话你没办法每天换了 反而自己弄 或是买那种便宜的 花花样样的 你自己活泼的话 你穿什么衣服都漂亮 不是很贵的 听到吗 上我穿衣服都是这里弄的 比方说多数都这里弄 便宜 买一块布回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块布而已 那是棉的 这多少钱啊 小株 这块布多少钱知道吗 便宜知道不够多少啊 讲到便宜他不懂 对那个一万富翁便宜就说一百万了 几百块 几百块是蛮贵 没有啦这块那么小 不可能几百块 我尺寸很小啊 是谁买的就知道 阿陶买 他买就不会贵的 他那个人不会买贵的东西 阿陶买在吗 在天衣上面 说怎么不下来 就棉的 棉花没什么贵 这贵棉花也是在一码这样子 几十块 我这个那一项上没有到一码 一两百块最多的 一两百块我们花得来 哪有一两百块 我说不可以那么贵 棉很便宜啊 不是混那个笼的就很便宜 好啦 即使一两百块也不是算贵 不算贵 即使我有时候随便买那个路边那件衣服 最近我赚 有时候路边买的台北大卖那种 上市啊 上市有没有 上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 那个花花那个裙子就台北买的 十几块 几十块的 很简单啊 你们说师父很漂亮 事实上没有什么贵的 听懂吗 你们不要买太贵了 买贵的不能天天换 不能常常换 要聪明一点 有一些地方卖的便宜 不管漂亮 而且要适合自己的 听懂吗 就好看了 然后赔一赔就好看了 不用很贵 不是说在那边抱怨说 先生不给很多钱 我不能漂亮 不用啊 那个笨的人才花钱 那个那个 什么救济那些店啊 我们要救济自己 不是救济那些老板 知道吗 然后男孩子也是这样子 修行的时候 当然赚简单的衣服 轻松宽的 坐得舒服 妈回去 或是跟太太出去 要赚时髦啊 整齐啊 好看 他给太太觉得 有一个漂亮的 什么好看的男孩子 在旁边也蛮骚傲啊 你觉得他喜欢跟乞丐出去吗 你是要太太漂亮好看 然后你自己本人呢 转什么 运动裤了 在道场做得烂了 就回去这样带他出去 修行的时候是有修行的时间 听懂吗 出去做世界的事情 是做世界有做世界的方法 不可能混加一级 然后在那边怪我说 修行就变这个样子 你们这样那些人呢 是这样的侮辱师父的 不知道进退 不知道轻重 不知道什么情况 做什么事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怎么应变 那个表示说 美智慧的人 那不是师父的徒弟啦 不要侮辱我的名字 如果你们是这样子的话 出去不要说 我是Spring Master 青海五上苏苏玛子的徒弟 念那个名字也不错 我本来是不想申请那个词啦 不过因为怕你们传句不好啊 传句来不及传啊 不过后来想也不错 如果他念那么长 他一专心也不错啊 他一念那个名字 他没办法想到别的事情啊 最好最少那个时候 他们专心啊 因为功德无量 OK 大家打坐一下好吗 我绕一绕给你们看一看 然后你们就打坐了 不然花那么多 80钱来了看不到 觉得花不来是不是 什么 15名目 什么那么严重啊 我是值得钱啊 其实每天来听一个小时讲故事的话 回去也是可以划一个礼拜 如果把这内容应用就够用了 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修行以后就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修行的人要婉转知道啊 不是说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每天就用那种那种很死板的 活得下去不行了 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 我在那个德国嘛 在德国有时候出去啊 有一些地方是没有修行人的地方 像我们去看什么那些城堡那些 然后就晚上去要在一个地方过夜 然后就晚上去要在一个地方过夜 然后那个里面人家是有音乐 有跳舞 那你坐在那边 大家都跳舞嘛 我当然不很想跳 不过那个音乐家一直闭着 一直说 哇 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子 怎么不上来跳舞啊 她怎么一直这样练啊 她等一下又在练 她讲什么讲一大堆 然后等一下又拐进去了 他们四大金刚护法都知道啊 都是一天都晚练这样子 终于她一直闭着我就上来跳一下 比方说上来了 她又在练了说 哇 现在她已经上来了 我们想办法唱什么爱情的漂亮的歌 给她留在台上啊 不然她会再回去什么的 那个最漂亮的 就是这样念 然后我就 他们整个饭馆的注意力 都往我那边去 我受不了嘛 然后我就拿那个烟出来 我就喷他们 那个有一种烟就是用那个 调味料上的丁香啊 有时候那些香料就弄出来的 那个你抽出来是对身体不伤害的 而且有精神啊 听懂不懂 在那个丁香有时候 你们很累啊 喝一条跟那个丁香粉 或是泡茶喝 要比那个茶还好的 不会伤害 然后比方说讲丁香烟 那抽出来就是丁香味道 根本没有尼克丁 没有那种尼克丁 中文 中文怎么样 也是尼克丁 太棒了 我学中文这样好快 没有那个尼克丁 不会伤害自己 也不会伤害别人 不过他们当然 饭店的人不知道啦 看着我一时吃烟 还来劝我 不要吸烟那么多 事实上我没有吸进去啊 我就喷在口外面而已啊 听懂不懂 有时候你嘴巴闭起来 然后那个烟跑 从那个鼻孔跑出来 看着很香 那个壮业的人啊 事实上你没有吸进去 没有吸到那个肺部里面去 不过看着很香 我跟他们一模一样 等一下他们就不看那么多了 我把他烟喷得萌萌萌萌 这样子 连人也看不到 这样子还看啊 这样子还在那边念了很久 我说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子 什么又不上来跳舞什么 真的害羞死了 然后等一下他的老板 一听到这样也上来唱情歌 唱什么情歌给我听 然后大家都很热闹 等一下我太害羞 我又跑掉了 一说那种情况嘛 搞不懂 有时候我这样隐瞒他们一下 注意力就不放在我那么多 真受不了 有一时候吃个饭而已 要变家呢 这样一直盯着看啊 我不晓得我漂亮在哪里 我告诉你们坦白啊 我去哪里都被钉着 看到就受不了 有时候上去带他们去玩一下 或是有一些工作出去 然后坐船 坐巴士 或是坐车 有时候真的在那边戴帽子很大 才能够车起来 受不了 害羞啊 太害羞 然后用什么围巾都把他抱起来 还好那边冷 天气冷 你围巾围起来 没有人想什么 真的不晓得顿土或是 要腾云跑掉才最好 有时候真受不了 半小时还可以 超过半个小时坐在公众里面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了 常常被人家注意 这样的不舒服 而且你们也知道我穿衣服 跟他们一模一样 不会差的 也是像你们一样 裤子上身 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就平常人家穿的 也是裙子 然后衣服 就这样没什么差 有一个腰带什么的 要这样子还是盯着看 去哪里都一样 所以去那种地方的话 我越跟他们一样越好 他们喷烟 我也在那边喷 不过他们喷 跟我们喷不一样 他们喷烟 多数的人吸烟 为什么喜欢呢? 因为他吸到那个灰部里面去 然后那个他那个 他那个烟 那种nicotin 那个成分 会循环在他那个水管里面 沉在他们细胞里面 他们就觉得 吹吹这样子 很惊悚 很快乐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上瘾 如果你们不吸到 肺部里面去 不溶流在我们那个水管里面 水管 血管 是不是水管 不是水龙头 那个血管里面 就不会上瘾 不过平常那个烟 本来它已经有一种毒 像nicotin 那个是毒 所以你们即使真的 即使你们真的很那个 很上瘾 想抽烟 就去找那些比较无害的 比较药草那些 懂不懂 也可以喷一下烟 安慰自己 要对自己身体无害的 有一些自己要找 要去问那个药房 是问什么 古代的人有一些 他们抽烟 就抽那种药疗 听懂不懂 对身体又好 对别人也好 对环境都很好 不是有喷力固定出来 知道吗? 所以真的上瘾的话 还没有办法戒掉的话 就去找那种烟 喷喷看 我为什么讲这些事情? 我也想到戒烟去了 我也想到戒烟去了 对对对对 我意思说 我们去哪 要完全一下嘛 懂不懂 然后你们如果看到 师父戒烟那个样子 认为我真的戒烟 我没有啦 十年戒一这么一世而已 戒一世就几十包 我需要的时候 比方说啦 需要的时候 听懂吗? 不过不是喜欢的 我要的话要聪明一点 要跟人家一样的 不过要聪明一点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现在有时候去去外面 为了免了人家知道我是谁 那他们那个 放上瘾了 我也放着 我没有跟他们说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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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就是精涯 寂寞 无上书 苏马书 什么不不不 放着嘛 没关系啊 听懂吗 他们就不会再来吵你了 然后他们就常常走过去 看到你那辈子还在一半的 他就不会再倒下去了 你不用讲麻烦 有时候讲更麻烦 看情况啦 不是 能讲的时候 当然讲给人家也知道 随我们也很好 不讲的时候 就不用讲了 看情况 你们随时都要用自己的智慧 要判断的能力 婉转处理事情 不说每次都一样 每次都一样 我叫不完啦 我叫不完 因为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你们是几千几万人 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每个人又反应不一样 要自己知道怎么做 听懂吗 你们修行两个小时 就为了专心的 集合自己的力量起来 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的 如果没有拿出来用的话 就浪费了 就不用做了 就跟不做的人一样 跟没智慧的人一模一样 那何必在那边 还在那边什么样说 我们修行的人一模一样 如果没有办法用到自己的智慧的话 如果没有办法用到自己的智慧的话 应该要更忏悔 你们不要认为每个人来这边 听这样子师父讲话 都会了解 或是回去做一样 真的不做耶 真的不做 那有时候我们说要度众生 真的很难 就不要提那个字 就会很惭愧 有时候我出去 什么人都喜欢师父 他不知道他喜欢在什么地方 就是很喜欢就对了 不过等一下跟他谈的时候 他就要别的事情 如果不要勤就要钱 不要钱就要别的东西 这都很世俗的 根本跟修行无关 他的灵魂知道 头脑 经过头脑 过滤了以后就变形了 而是几个礼拜以前 有几位所谓的修行的修者 他不是佛教和尚 就是他想跟这边融化 所谓的修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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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团体也是修行的团体 我也是修行的团体 他不帮助我 怎么还来这边要钱 然后我这次就不客气了 听两三个小时 根本没有沉入一点点什么修行的味道 都是要钱 要钱也不是做什么 该道场什么的 然后找别人来修行 既然这样子 我们这边也需要 我也需要该道场 帮助别人修行 来跟我拿钱干嘛 听懂吗 如果我是在这边做买卖什么 开饭店什么 可以跟我拿钱还有道理 我也是修行 我这边徒弟比他多 我需要钱更多 比方说需要钱 该道场度众生的话 我需要比他更多才有道理 是不是 每一次他的徒弟来 一样那个团体 我不讲你们也知道 不讲不好意思 每次他要钱 然后我这次 那一次我不客气 我说你们的团体 每次来这边都讲一样的事情 都经济困难 为什么困难呢? 这次因为他说 他们买在纽约中心 最贵那个地方 买到一栋房子了 买到一栋房子了 现在没有钱什么修理 没有钱弄什么这个那个 很多那种 听懂不懂 我说那何必呢? 如果没有钱 就不要买那个地方 然后贷款什么都不行的 我说那不用啊 买别的地方 他说他师父认为 那个地方很棒 因为他在市中心的 就很多人会来修行 很多人会来 我说不一定啊 你看我这边是最便秘的 以前是鸟不圣灯的 每个礼拜还有那个数千人来啊 没人请啊 是不是?而且来 我们也不是款待什么很隆重 也是饭吃一个钢杯啊 然后坐地板上面这样 连一个屋顶也没有 是不是?我没有什么房子啊 人来就来啊 你修行好 你真的讲真理啊 不拜托人家 拜托人家不来也不行啊 真的一年我不让你们来 你们吵死啊 以前我们大殿被拆掉嘛 我说你们没有屋顶也不要再来 我怕你们感到 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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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他说师父,我们还是每个礼拜要来 就逃假缓假,到三个礼拜来 我说最后第四个礼拜给我们休假 最后里面鱿鱼很久,才啃的 再说好好好,第四个礼拜我们不来 比方说这样子 那个谈什么便秘不便秘 我们这边是最便秘的 以前都没人要的,你们知道 一假地三十万,没人要买的 现在变三百万了 那个金海五三日来的,就变不一样 五小那个人怎么那么厉害 地也变很贵 然后我就跟他说,很坦白 我说我们 只说你们为什么每次都一看到我 你们的团体,不管是什么去 什么和尚,他们的和尚 听到我懂,他们也算和尚 穿和尚的衣服,出去没有 他们认为是和尚就对了 然后我说你们每个每次来这边 不管是什么人都来这边 你们的团体都谈这个钱的事情 我每次都经济困难 我们修行的人最怕就是经济不独立 你们知道吗? 就是给自己经济困难的,你们知道吗? 然后他们笑笑的说 那个某某,上帝他们的神 让他们这么困难 我说没有 我说没有 上帝是教给你们智慧的 那么麻烦是,那个经济困难 是你们自己叫出来的 给你们的智慧 因为要你们解决这些困难 不是要给你们每天,每一次都来都困难 改这个房子不好 又这边这些地方又改 又买这个,又买那个 我为什么没有经济困难 我告诉你啊 不是因为上帝不给我困难 就是因爲我不讓祂給我困難 那時候上帝要考驗他們 每次都給他們進去困難 我說不是 不是 很簡單 比方說你沒錢 你就不要買那個地方 買比較便宜一點 聽懂不懂 他們說那邊市中心比較多人 我也馬上就打了 我說我們這邊就很天屁 來得很困難 沒有車 沒有什麼 人家也來 每天趕也不走 每個禮拜拜託來了 我拜託不來也不行 這個沒有什麼理由 是不是 那個馬上就有證據了 他們就閉嘴了 不能講了 然後第二 又再講下去說 上帝給他們什麼困難 我說沒有 上帝給我們智慧 為了我們解決這些困難 很簡單 比方說你沒錢 你就不要買那個房子 我在這邊是這樣子 我沒錢我就不買 我等有錢我才買 聽懂嗎? 我會不會去麻煩徒弟啊? 而且你們徒弟那邊有啊 你們自己叫徒弟來買 他說他們都沒有啦 不想來不買 我說那既然沒有徒弟 那根本不應該買啊 聽懂我意思嗎? 既然徒弟不合作 不想來 那何必呢? 我這邊那個避不得才買地的 因為人來太多 因為人來太多 我沒辦法了 就去採買 是不是 有人了以後 有徒弟了以後 我才避不得才買地的 我以前沒有住在河邊啊 我住帳篷 我住山上啊 我隨便到處亂跑啊 看哪一個河邊 公共的河邊的大帳篷能大 我們就大著住了 然後他們一直說 哎呀 我們因為這樣子沒有錢啊 居然要這個房子做得很好看啊 而且已經有 做不是做普通啊 做得很豪華啊 用真的珍珠弄出來 真的黃金弄出來 真的那個那種珠寶 那種貴重的那種 上個我們在這邊弄一條這樣 它都鋪在床上啊 我們在牆壁上面這樣子 當然很貴啊 我們沒有空賺錢 給人家那個裝潢這樣 那麼那麼奢侈 我們這邊要黃金的話 用黃金的那個什麼顏色的墳鋪上去 看起來亮亮就好了 何必嘛 反正等一下你又會死了 黃金人家也拿走 在上次我跟你們告訴過 我去德國看那個城堡有沒有 那皇帝他蓋好幾個宮殿 非常漂亮 裡面都是黃金珠寶了 他四十多歲也死了 帶不走啊 他沒有什麼 town more than that 那沒什麼? 我沒有什麼? 我們每進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城啊有沒有 我們北進那個那個什麼? 城啊有沒有 經志城 是 altro?meg次城 其進瓷城 其進慈更成 辭慈更成 那現在也是沒有人住的 當光光地區啊 那現在也是沒有人住啊 當觀光地區啊,在他們未到上 是嗎?每一個人那賦幾十塊 就可以進來當王了 每一個人那個覆幾十塊 就可以進來當王了 油的話,當然我們經濟很充滿 我們能夠做的話 那我們要做什麼也沒人講什麼 是不是? 沒有,幹嘛找麻煩給自己呢? 我說我們修行的人 最怕就是找經濟困難給自己 我說我這邊為什麼沒有困難 因為我有我就買,沒有我就買,不買 我跟上帝講 既然你要給我做的話 你要我買那邊的地 如果我沒錢我就不買 比方是這樣子 別是說不是我的 任何的我能做 別是說我的 我做得到、我買得到 別是說我的 那不行的話 就別人的嘛 幹嘛要這樣子 硬的要買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 我是很喜歡買總統服啊 不過… 不過知道我不能買 就不買啊 幹嘛要硬的要自重心 怎麼那麼大的一個地方 當然花很多錢 然後一天到晚去磕頭 去拜託人家 這樣子當該幫幫主 不是比較適合呢? 那這樣怎麼叫主啊? 是不是? 這樣怎麼名事啊? 名事是要給的不能拿的 你一拿人家東西 你就變人家比人家地了 告訴你坦白 是不是? 下次看到他 不好意思,處理什麼東西 他要你做什麼 你又不能真的公平的對待他 是不是?你知道他不對 你也不好意思跟他那個罵 或是怎么拒绝 所以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戒律板 告诉你们又清廉就这样子 不能出卖我们自己为了任何东西 感情也不能见人 钱也不能见 见人一点东西以后就见人情 你吃人家东西以后 你就不好抬头了 知道吗? 所以最好自己赚自己的饭 自己照顾自己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能够抬头看任何人 我们讲道理的时候才有重量 我们才是真正的 那个自己是一个真理的榜样 一个精脸的榜样 我们当普通的人也要精脸 不是说当官子的时候才要精脸 当你当官的时候 你那个习惯难改 听到吗?你当普通的人名的时候 还不精脸 当官的时候还怎么精脸 是不是习惯了 然后就盲盲目忘记了 所以这边告诉你们 不能供养任何和尚就这样子 任何人供养 我们把它拿撕 讲好几年了 还是一样犯的错 你们认为拿一个东西很好 你们买来 OK 我们就付钱给你们带回去 不可能在那边默默 偷偷供养一两个人 收卖他们的感情 收买的感情 收买的感情 知道? 就不可能在那边吃了 即使缺一点那个升华 那种世俗的东西 不会怎样 外面有更多人 比我们更困难 我们这边吃得饱 睡得早 睡得好 地方都很好 没什么缺少的 我们修行人本来是 生活要简单 有多一点也好 没有也没关系 是吗? 为什么在那边拿这个 拿这个 供养这个人 供养那个人 收买私人的那种 私底下那种感情 很无聊 当联络人员更要知道 说我罚他这样子 不算严重的 是不是? 如果他是联络人员 然后我不罚呢? 那你们我怎么弄 是不是? 你们认为我过分吗? 这个谁都知道 不能受供养 不能随便供养 是吗? 而且也供养一小部分的人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喜欢谁 你就供养那个人 那这是什么东西? 有分别性 是吗? 就是供养男孩子 不供养女孩子 然后供养那个主 不供养别的主 奇怪 大家都以为功劳 怎么这样子? 看哪一个好看就去供养 这样行吗? 哪个你喜欢就供养 这样行吗? 不可能 如果你们真的好心觉得 我们这边不知道 那个好的东西 可以买来 不过跟那个当家事讲好 我们就付钱给你 就OK了 不可能偷偷摸摸 在市底下给那几个人 经济也不行 来这边没有什么妈妈 爸爸那个东西 住家了以后 就不要谈那个东西了 了解我意思吗? 再来一次的话 我把这个道场灌掉了 我宁可不让你们来 那这样互相误燃 了解? 我们就不缺任何东西 有没有缺什么? 我不觉得 我以前还没当师父以前 比他们还要去 我就有三套衣服 我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 那么人有两套衣服而已 有一个钢杯 不是不修钢那种 因为很重 我不能带 有带那种驴箔的 那么很金的 一个条根这样子 那么两个挖子 然后挖子后来烂掉也丢了 就一串鞋子 然后两套衣服 换洗油的时候来不及干 也是这样子 在那边缺少什么东西 任何都不缺 我当然现在赚衣服很漂亮 给你们看而已 智商我不赚也可以 怕你们混倒 怕你们混倒 要不要我表演 我那个放虾的精神给你们看 马上可以做 不要考验我 告诉你 我们最少一点 那个物质的方面 不会怎么样 不要窮坏我们这边的人 让他们好好自在 自然过日子 让他们好好自在 自然过日子 你们自己做不到 还在那边来这边 乱拉 乱污染人 你们认为你们那几毛钱 这样子很了不起吗? 你们认为你们那几毛钱 这样子很了不起吗? 你们认为他们这边都是残废的人 没手没脚 没有能力可以赚钱吗? 他们才不要的 才来过那种简单的生活 而且他们这边都要买什么 写一个单子下来 就以为东西都跑到门口了 需要你们那几毛钱吗? 需要你们那几毛钱吗? 不要那么招慢好不好? 而且不是什么? 我们这边不是丐帮 你们才是气概 你们在外面头地地的 每天十个小时 为了赚几块钱 这样子 还不对自己 觉得惭愧 这边花钱这个样子 那么大方 觉得了不起 恶性 了解电导的事情了吗? 我不借你们任何东西 不借小任何事 他们在这边要买什么都可以 就他们吃太多了 看有没有什么人 营养不良 我们在这边有没有人 看起来营养不良 我们在这边有没有人 看起来营养不良 我们在这边有没有人 看起来营养不良 我平常本人吃一天一餐而已 我也看起来很漂亮 我平常本人吃一天一餐而已 我也看起来很漂亮 没有在中间没喝没吃的 偶尔当然我接客的时候 我吃两餐餐就有了 不过平常就吃一餐而已 有时候超过一天一餐 没有到一餐的 听懂吗 不会这样 你修行多了 你精神都很好 身体会很光亮 不缺小那种物质的东西 你不要随便侮辱污染人 你不要认为那种物质的东西 可以养你们的身体肥 身体也许肥 精神没有那么好 知道吗 不要乱来那种很烦 讲了七年了 还没没没 没有懂 戒律版里面都有写 那你们有几块钱 要聊什么误气 那你们有不少钱 从哪里来的 有没有污染啊 供养的时候 信有没有干净尊重 随便花一点钱 花来花去 看起来很大放那个样子 你们有没有钱多少 不要再让我生气了 不要再让我生气了 有没有那种我指的 闻起来很难闻 知道吗 我们这边每个礼拜要那个煮饭 给那个数千人吃 也不会算多少钱 听懂吗 就是因为有的人 他不想吃这样买饭 就来一次问 说我们怎么办 付钱 随便放个桶 你要付钱 你自己丢进去 没人管你丢多少 你丢不丢也都一样 听懂吗 哪有我们最少什么东西 就在那边里面乱来 就是有时候我去红法 当然花很多钱了 不过我游的时候我才去 没有我也不去 我跟上帝讲好了 如果他要我做什么的话 他先准备好 如果没准备 我就不去了 比方说这样子 有什么有几块钱 每天在那边 赚钱也要命 要认为自己了不起什么 这边话来话去 我们需要你们这几块饼干吗? 带业障呢? 很小人供养 目的单纯的 告诉你坦白 等一下看到他 他就要这个要那个 然后他要特权 他要靠近 要特殊的 要你多跟他讲话 多跟他打招呼 多替他做这个 多替他传消息 他一进来 随时你都不能挡 无聊 知道? 这边不是给你们贿赂的地方 任何人都一样 有钱人跟没钱人 我根本不知道哪一个人 是哪一个人 你在外面做什么大观小观 我根本不认识 我有没有认识任何人 在这里? 没有 你们知道很清楚 如果认识的话 就是偶然的 万一他当护法什么 偶然知道他是什么人 不然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你们多少钱都不管 根本不是用那种东西来量 几年以来 大家都知道了 多数那个旧的同修才犯 信同修不敢 才奇怪 如果他是信 我就会饶他 没有 他还是最知道的 在那边喜欢那种大方的感觉 我不喜欢 你们认为我过分吗? 今天讲最后一次 有任何人做 你们自己提醒他 不让我抓到就好 我抓到了就 Sayonara 不管他是谁 这个因为我也是算第一次 所以每一每要全部赶他 已经讲过一次了 下一次你们如果不挡人 不帮他提醒的话 连你们知道的人也被连累的 听懂了没有? 我要训练他们这边有今年的精神 不是说严格 听懂吗? 这边什么都不却晓 你们来吃饭几千人 有没有不够啊? 有时候当然不够 主来不及 或是什么 这个不是这样的 OK 好 今天你们讲话那么久 讲太久 上灯啦 上灯啦 OK 好酸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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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酸 symmetric 好酸 西红 好酸职喔 太酸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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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拿馬上登拿 好不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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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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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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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好 好了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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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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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新的園叫彩虹園 給小孩玩的 這邊很多玩具 你們可以帶小孩去那邊玩 那邊也很涼 可以丟床 以後我們要放幾個電視 你們也可以在那邊看 然後如果人路我也可以跑到那邊 好 本人真明心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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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你可以走路了 董董按下 好 師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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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外門的東西 小包小包那個 是上針而已 因為有時候你們一直問 師父我要拿這個 然後這個 回去給我的小孩 給我伯伯公公什麼的 上針而已 所以我們也不能每次買 你們所喜歡的東西放門籌 就上針我們的愛心帶回家 不然的話 如果買一箱你們要的話 就比較麻煩一點 每個人一定要不同 知道嗎 是誰決定拿 到場拿回去 他們高興就好 我那車子也是很小 你們剩下還太快了 我來不及了 其實我車子很大 能大比乾坦苦很多的話 我就跑不進去這裡 這邊的那種很大的車 要噴氣什麼油漆的 然後霧燃那個道場 霧燃你們的那個空氣 所以我昨天不做比較小 用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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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霧燃 看小小 偶爾給小孩幾個 就變幾個 那邊好玩 也許下一次輪到你 不要不要相信 因為說我不給了你的小孩 然後大孩也要無聊 我給到什麼時候 我給你 那別人也要 我不給是不公平 是嗎 真的不丟臉 我會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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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就這樣子 沒有臉就丟臉 沒有臉就丟臉 好啦嘛 就這樣子嘛 我們好玩 知道嗎 OK 拿不到你酒裡面是五棒 所以馬斯進來 我上次 馬斯來了 OK 你不安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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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一個席子就要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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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們看過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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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一人看一秒 祝福你好 祝福你好 一人一個不然不夠啊 我們在家裡窗戶有多少明乾堂 已經不然出來放棉桃去弄我 就是我們大人那個手腰要拉開 就給小孩子的安排 哭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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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时间到了 你不知道他饿了 他哭了 又抱他起来 不是说小孩哭 抱他起来 又会虫害他 不会啦 两年以内 他不知道虫害是什么 哭了 也要看看他 是不是不舒服 也许你抱到那个姿势不好 他就歪了 弯了 身体不舒服 有时候吃了消化不了 气在里面 把他扳过来 抱 抱那个 在你松布 他的松布跟你松布一样 要排排一下 那气出来了 就不舒服了 不是小孩哭了 在那里面说 看师父 看小孩在看什么师父吧 你看 他就哭了 看到没有 我照顾 毛泽 天呐 祭 他也不太好 天呐 会不太好 你不太好 他也不太好 你不太好 我也不太好 你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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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我也要上新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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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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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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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again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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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 我记得你们在我梦里面 我在噩梦里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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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漂亮的概念 好 好漂亮 好 什么东西漂亮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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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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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